Hello大家好,欢迎回来S Plus,我是小时 这几年前前后后上手了至少10台拯救者吧 随同机也好,性能释放强也罢 产品怎么样大家都很清楚,不需要我锦上添花 但是今天这台拯救者稍微有那么一点腰 尽管型号还是叫Y7000P,i7-1270H和RTX3050Ti笔记本GPU 配置大家都很熟悉啊 内应也很正常,16加512的套餐 但是屏幕居然给了一块2K的电竞屏 3650Ti搭配2K显示器,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 最关键的还是价格 首发7699元,今年很多3060的机型也才卖7999 所以发布会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就是 整容者是不是飘了 反正测测测完了,咱们有一说一 这波拯救者确实有点飘 但是飘的方向和我起初想的不太一样 至少从结果来看,产品更应该叫Y7000X 听起来有点玄学,情况其实很简单 而这一切都得从新模具说起 刚拿到手的时候,我还以为这是Y9000X提前发布了 因为这台7000P的设计真的和老款7000P没有半毛钱关系 这一点体现在很多方面 比如机身的厚度和尺寸明显比往年更轻薄 2.1升的体积,22毫米的厚度 说是一台轻薄游戏本也不过分 再比如设计上的细节 依旧是家族同款的CleanID 但是风格不太一样 没有像其他拯救者那样 用线条和灯效强调自己是游戏本 更多的圆角矩形看起来和谐干净 标志性的小歪还离家出走了 放在一堆拯救者里面显得尤为商务 除此之外,C面边缘做了一整圈类似倒角的处理 视觉上会显瘦一些 平轴使用了下沉的设计 既能保证一体性,还可以实现180度开合 甚至还会给人一种屏幕悬浮在机身之上的错觉 当然如果你足够细的话,还会发现左右两侧的出风口也被藏了起来 单独看不探直观,咱们可以对比一下去年的R7000P 总之这两台笔记本放在一起,给人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这也是我认为新款的Y7000P更应该叫Y7000X的原因 外设的平板标准不会因为笔记本类型的不同产生变化 16比9的2K面板,165Hz刷新率,色准色域都和Y9000P不先上下 覆盖了98%的sRGB,平均DotaE1.32 灰阶时间13.6ms,黑白时间9.6ms 整体表现不错,但是在开启屏幕OD之后过冲比较明显 然后就是背光模组被砍了一刀,最大亮度只有383尼特 同时均一性也比较一般,走下角偏差了10.6%,大约就是40尼特 由于全系列都标配了这块屏幕,所以尽管存在一些不足 但是在同级别的产品中仍然是第一T率的存在 而大家最纠结的肯定是3050Ti到底能不能拖动这块2K屏幕 后面聊性能的时候咱们再详细分析 键盘依旧是全尺寸,方向键小键盘全都不能少 目前笔记本上最优秀的布局暂时不接受反驳 键帽有贴合纸附的设计,键程为1.5mm 按压和回弹的力度适中,而且由于核心功耗比较低 表面温度控制的也不错 高温主要集中在开机键上方最高43度 键盘面基本在37度以内,贴贴在旧也不会流汗 相比之下,触摸板要普通一些 塑料材质的手感比较耿直 点按的阻力和尺寸都是正常水平 应急或者上课的时候用没有问题 前景点嘛,你懂的 结果方面,Y7000P依旧延续了拯救者的高规格 3A3C布局和扩展性都是妥妥的第一梯队 左侧的Type-C支持雷电4,机身尾部的C口支持100W的PD充电 再算上HDMI2.1,千兆网口 放在15寸的笔记本里面,至少也是第一梯队的表现,没有问题 拆开地壳,内部一如既往的规整 中间的屏密罩内是两条DDR5内存,4800兆赫 来自三星,读写速度如图 网卡和固态都在右侧均热片的下放 固态来自三星PM9A1,PCIe4.0x4的速率 读写非常暴力,所谓启动盘很合适 隔壁是X211,支持404状态下的WiFi6E 机身最底部是80瓦时的电池 标准场景下的续航成绩为6个小时 如果有上班上课的需求,最好还是搭配上PD充电器 散热方面,规格有明显提升1加2的组合 一看就知道是外9000P的表弟 我们先验证一下功耗 十分25度,单靠FPU,12700H的温度非常感人 稳定在97度,最高能干到110W,平均是89W PiCore3.6GHz,eCore2.7GHz,表现不错 单烤显卡,95W的RTX3050Ti没有问题 频率1900MHz,温度77 最后双烤30分钟 45加93,140W的总功耗比去年要稍微强一些 而且温度控制的不错,分别是86和81度 风噪此时也不大,保持在50分贝以内 由于说一,一套测试下来 我越来越觉得Y7000P的调教不像入门级的游戏本 反而更偏向全能本一些 最后是性能 3050Ti到底能不能拉动2K这辆大车 咱们先看基准测试 从跑分出发 Y7000P上的这张RTX3050Ti并没有天赋异比 凭借着12代酷睿和原厂超频的优势 显卡分和总分分别领先R7000P4%和9% 算是小生意筹 不过相比3060差距还是比较大 显卡得分综合落后49% 至于光线追踪 就算PR能跑出接近翻倍的成绩 实际表现还是和首节PPT差不多 再加上4GB显存 RTXR还是差了点意思 落实到游戏体验 3050Ti在2K环境下明显力不从心 就算外9000P的屏幕是16比10 会带来大约7%的损耗 但是帧数仍然领先了41% 3050Ti即使在满血状态下 3A游戏也只有30到40帧 而且测试期间也多次出现了报显存的情况 这里3050Ti和3050的问题 不完全是核心性能弱 而是核心性能和显存大小不太匹配 总之高画质2K分辨率3A游戏 这三点最多只能同时满足两个 不过Dota 2 CSGO和彩6这类网游的体验 其实还不错 帧数都能超过或者接近屏幕刷新率 分辨率上来了 实际体验自然要比1080P更舒服 甚至吃鸡也能推出68帧的成绩 如果换成三极致80到90的平均帧还是可以一战的 作为一张不能RTX ON的RTX显卡 虽说光追性能是摆设 但是人家好歹能开启DLSS 所以我们又测试了几个支持DLSS的游戏 除了地铁原地踏步之外 其他四款游戏都有提升 尤其是2077帧数几乎翻倍跑出了平均62帧 不过现阶段的DLSS依旧谈不上完美 比如利兹98门框的锯齿状反光就稍微有点出戏 好在2K相比1080P是自带抗锯齿的 只要你不是猎文虎客拿着放大镜打游戏 问题其实不大 总之实际体验会比我们想象的会稍微好一些 同时我们也在中画质下补测了一部分不支持DLSS的游戏 七款3A几乎都能跑到60帧 尤其是地平线5 中画质居然没有报显存 79帧的成绩 看看风景也不错 甚至还有点电竞的意思 理性分析 毕竟不是所有游戏都能像地平线一样有那么好的优化 从结果来看 2K加3050Ti明显更适合网游玩家 3A游戏的话 显存和显卡性能都是瓶颈 臭组太多 市面上有很多7000附近的3060的游戏本 有3A需求的同学推荐优先考虑 至于12700H 再好吃的菜天天吃也会腻 我最近就有点吃腻了 和价格接近的暗影精灵8相比 单核 多核的差距并不大 综合下来提升大约是2% 放在外9000P面前会稍微弱一些 平均落后5% 在负载更复杂 时间更长的blender测试中 外7000P凭借着更强的性能释放和稳健的散热 渲染耗时比暗影精灵8稍微短一些 但仍然比外9000P弱 两者的差距为11% 生产力就很唬人了 不得不说 突夺三兄弟真的是有自己的想法 这里外7000P的PR A1 PS 基本都和两台3060的游戏本保持在同一水平 并没有因为3050Ti导致体验变差 入门学习和相对专业的操作可用性都很高 讲道理 这样的生产力表现搭配2K屏幕和不错的身材 真的让我怀疑 这到底是不是一台入门级的游戏本 产品先介绍到这里 优秀点我已经提前归纳好了 感兴趣的同学可以截图戏品 这几天体验下来 金属A面 收敛的气质 相对轻薄的机身 足够优秀的扩展性 以及模具本身的完成度 都让我觉得 外7000P2022至少是一台好电脑 不过除了电脑本身还是拯救者系列之外 模具的侧重点 产品定位 配置 甚至价格 都和R1款的Y7000P有很大不同 所以就像开头我说的那样 我个人更愿意称它为Y7000X或者Y9000X的轻冲版 按照这个思路 适合购买的人群就很清晰了 这代人可能不是网瘾少年 但是偶尔也需要轻松娱乐一下 笔记本作为生活的小帮手 更多的是为自己提供便利 而不是完成单一使命的工具 换句话来讲 就是全能本的思路 什么属性都得沾一点 但是又不能太极端 只有这样 这台笔记本的一系列取舍 以及不太入门的定价才能解释得通 所以 我们把这台笔记本推荐给有一定性能需求的大学生 或者是出路职场的打工人 配置的话 I5加3050肯定是最受欢迎的 皇帝版的价格太贵 如果比较在意显卡性能 完全可以等一手Y9000X 或者考虑一下国君精锐R9000P 谢谢大家看到这里 如果觉得视频有帮助的话 请多多三连支持我们 下期再见 告读白 谢谢大家